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在摆放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产品的普及 越来越多人天天都是以电脑手机为队伍 时间长了,那么便会出现 眼睛感受不舒服,事物不新的一个现况 当然大家时常也会背着眼药水 但是低眼药水只能反解一时 过不了多久之后还是一样会出现眼睛不舒服的情况 那如何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想要解决掉也是十分的简单 仔细药用到一位,家里非常普遍 路边特别少见的一位也少 简单给他饮用两次 立马就可以起到一个反解眼睛疲劳增长视力的作用 中医讲,肝脏血开效一幕 眼睛的正常功能是需要依赖肝血的质量 当这个肝血出现亏须,眼睛就会舒适这个肝血的质量 神额输出现眼睛干涩,还有视力下降 看东西出现模糊 甚至干血亏须还会导致着筋骨失痒,花动不灵变,失眠,脾气暴烧等等等等情况 所以在这里经过研究科学发现,有一位也少了 它是可以质疑这一类的情况的 比如说眼睛疲劳,还有视力模糊 只要煮水,饮用两次,立马就可以恢复 那么对于这种野草呢,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奇植物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解说吧 这种野草呢,它在我们民间是十分常见的 随便每一个路边都能够看得到 这种野草呢,通常叫做隔尾巴草,又名光明草 它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 这剑植呢,里又细草 高一长多,叶子细草 下木呢,生肖状,包围于锦上 尤其是到了季节的时候呢,隔尾草呢,也会开花 只是它的花呢,不同于一般的花 隔尾草这开花后呢,也是一种绿色的 是一种颜筒状花,于尽顶收税,又盲事 形状呢,像隔尾巴,也因此就有了隔尾巴草的名字 而这个隔尾巴草呢,它是胃肝、清凉 既有心热、理湿、西方、明目、解毒、杀绳等功效 可用于多种疾病症 比如放热感冒、黄胆、小额肝肌、小便、湿痛、目视、湿痛、目视、肿痛等等呢 那很多种种都可以得到缓解 狗尾巴草的作用呢,多部药物 制作中也有所记载,在《本草钢木》中 描述这狗尾巴草呢,是可以 自由木、灌发、酸汁、鸡肝、灭叶 可谓呢,狗尾巴真的是个宝 用它煮水喝,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掉很多大难题 那么具体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就一一的来详细给大家讲解一下 第一点呢,可以腥肝冰目 用狗尾巴草泡水后呢 是具有着冰目养肝的作用 可以帮助这排出体内的肝化 对于势力下降、势力模糊的人来说 用狗尾巴草泡水喝 可以洗到一个酱肝或冰目 对于经常眼部这疲劳过度 用眼睛的学生和上班族的同样适用哦 第二点呢,可以心热、理湿 狗尾巴草呢,她胃肝、新娘能心热、理湿 对于气熟这体内湿气呢 有着一个非常不说的效果 如果体内湿气较重的话呢 就会影响着脾胃,导致着脾功能降低 那么适时就可以用狗尾巴草煮水喝 也能够洗到新热、理尿的转用 效果真的是非常的不爽 第三点,可以治疗眼部疾病 随着年龄的增大呢 上了岁数之后呢 眼睛更容易出现一些视力蘑菇、视力下降等问题 老花眼、青光眼、淫芳流泪的现状也是比较严重 那么这时呢,可以将隔尾巴草磨损粉末 然后配着羊肝、腹下和治疗眼疾 其呢,是一些老年人啊 平时呢,一定要多喝一些这种狗尾巴水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说 第四点呢,可以细湿小肿 狗尾巴草还可以洗到一个细湿小肿的作用 这种功效在民间呢,非常的管用、应用 对于体内湿系炎症的患者来说 可以选择用隔尾巴草进行煮水 能够加速这尿液的排出 同时呢,也有注意排出这湿系 缓解湿系炎症等现况 第五点呢,可以补系核胃 隔尾巴草可是被升为平民医生 它本身是具有这核胃补系 调理脾胃的根效 脾胃不合的患者呢 用隔尾巴草煮水 可以洗到一个健脾可味的功效作用 用了可以化育的作用 有时伤口呢,之所以不会很快恢复 在于伤口呢,有鱼血 那么这些鱼血呢,其实是血管被挤裂后 散流在组织间续的血液 它们呢,是不能及时排出系的 所以呢,就会一直扎至伤膝存留着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时时 这边就可以派上隔尾巴上上了 因为它呢,是可以滑血的 同时兼具有话语的效果 隔尾巴虽然好,但也有一些禁忌 这边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尤其呢,是一些应付 隔尾巴虽然有着降低火系 塑进伤口愈合的作用 但是对于应付来说,是不太好的 由于应付呢,它是属于特色的形体 在食用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注意 而且这隔尾巴虽呢,它是属于凉血之物 可能会影响到胎儿的怀疑 引起着应付身体不适 第二点呢,就是施含体质人情 对于施含体质,脾胃,脆弱的人情来说 这隔尾巴虽呢,是不建议服用的 本身隔尾巴虽呢,它就是属于含性的 虽然有着养生的效果 但是使用过多呢,也会加重这体内的 这施含性,生而导致身体健康的 受到不利的影响 那在引用这种狗尾巴虽的同时呢 一定要注意这些禁忌 只要避开了这些禁忌呢 那么效果呢,都是非常不帅啦 好了,那么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讲解的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每天呢,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知识 感谢您的观看